现在全球资讯安全详起警报 因为Google子公司美国资安业者就指出说 有一群明显跟中国有关系的网路攻击者 袭击数百个组织的电脑 那遭攻击的目标是中国政府关注的一些事项 受害对象包括了全球公司部门的组织 至少来自16个不同国家 而受害组织当中有5成来自于美洲 22%来自亚太 24%来自欧洲中东跟非洲 还包括台湾跟香港外贸办公室 还有学术组织等等 那么欧盟只有会15号就示警说 中国电信华为跟中兴通讯 对欧盟安全构成了威胁 宣布不再使用这两家公司的服务 虽然欧盟对中国是采取这么强硬的态度 不过呢还是维持跟北京的关系 那么其实先前就有案例可循 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就传出泄密案 59岁的中国级高级研究员涉嫌泄密 那么泄密的部分呢就是把这个碳化合物的研究成果给一家中国的公司 而这个研究主要是在于开发碳化合物合成的尖端技术 是解决全球暖化的问题 后来这名男子被警方依照违反不证竞争防止法为由来逮捕 除了在日本还有美商应材 他们证实是起诉了一家中资竞争对手 花了14个月窃取印材 有价值的一些商业机密 包括了策划挖角员工 那么透过离职的员工来偷渡晶片的设备设计 那么骇客发动了全球网络攻击 窃取了不少国家机密跟技术 让很多国家政府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